Melody 黄俊斌才会说 合伙关系 知识工作者与专家 团体组织 去世者遗产等等的业务收入 为了方便参考 如果你是使用以下其中一种报税表格 就是涵盖的对象了 Form B P BT M MT TF TP TJ 这些表格的承报截止日期 都延迟到了2021年7月31号 除了以上表格的截止日期延后 修改CP500和CP204预付税数额的申请截止日期 也同样推迟一个月 从原本的6月30号斩延到7月31号 纳税人可以通过电邮提出申请 电邮分别就是 CP500Permacassa adhasil.gov.my 以及CP204Permacassa adhasil.gov.my 另外买卖房地产涉及的产业盈利税 承报日期也同样延迟一个月 从6月30号推迟到7月31号 另一方面 内陆税收局也把纳税人的 罚款缴交时间 推迟到2022年 不过这只限罚款而已 纳税人还是必须根据规定时间 缴付应缴纳税务的本金数额 想要提出询问的朋友 可以拨内陆税收局的热线 号码是03-8911-1000 或者浏览官网 hasil.gov.my 了解更多详情 好 先说到这里 更多财经话题 守住Melody 黄俊斌才会说 Maybank SME Digital Financing 让您轻松解决生意流动资金问题 只需10分钟就能得到答复 立即上Maybanktoyou.com.my slash SME Financing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